喔嘿 喔嘿 喔 喔嘿 在臉包上用速度去干擾對手 這手陳凱倫打了第一球右邊方向 哇 右外野手行進間接殺 右外野手是郭戴琪 行進之間接殺了打擊的陳凱倫 非常漂亮齁 出跑得那麼快 這球打到右外野方向一個蠻深遠的一個位置 那董醫師隊的右外野手郭戴琪 行進之間把這個球給接殺 對 一個外角直球齁 打到右外野 右外野 最重要的起跑那一個還有最後那一個手套 接手套那一手伸出去那個 伸得非常非常大齁 非常漂亮 這球如果落下去的話最起碼是二壘安打 那現在就只能靠林瑋恩了 林瑋恩中間方向 二壘手林志祥鋪了下去 再往一壘傳 好 林志祥守住了這個危機 那異大犀牛隊在二局上半的攻勢 因此沒有任何分數的進障 兩後兩壘的對決 偏高的球 高之剛打成了右邊方向的球 這球的位置很尷尬 落地是一隻安打 那現在同一四隊換回了第一分 那跑者被擋在三壘 1比0的領先 持續是滿壘的攻擊狀況 對 贏區相當好 也是一個得住的安打 我跟陳雄基 這個半局第一次安打有點類似 都是右半邊方向不是非常強勁 但是都有落地 滿壘跑回來一個 因為這個球 我二壘的跑者就是怕被接殺 所以說騎跑不敢太早 太早騎跑的話是比較危險一點 因為萬一被接殺就已經很雙殺了 對 因為球若在外野 他可以確定球 球若第一後再開始跑 而且二壘跑者那邊因為比較不好看 好 這個時候一大犀牛隊喊了一個暫停 開一個小組會 下一方要面對的是劉育成 這球咬到左邊方向穿越 又是一隻安打 那第一個跑者要回來了 第二個跑者又被擋在三壘 持續的滿壘 因為打出去的球相當的快 二壘跑者也是沒辦法回來 非常可惜 這個球就打得非常的漂亮 打出去的球速非常的快 有抓到直球 好 統一是這個半局 從第五棒陳雄基開始 五個人是四隻安打加一個保送 對 他搶好球數 打這也設定直球 出棒才會那麼快 這個隊投手而言也很痛苦 對 接到球 二壘的跑者才還沒跑到三包 高伯健告知港劉育成 外角球判定是壞球 是壞球保送 統一是隊攻下了第三分 忍住 第二顆球 鄭志偉打了左中外野方向 落地了 那目前兩個跑者要回來了 左邊方向的安打 鄭志偉持續補刀 5比0 跟昨天一大都完全一樣 球印相當的好 這個球也是折到 然後形成一個德州安打 那當兩人出擊滿雷 那兩個跑者一定會跑回來 也是一樣稍微擊球點太慢了 擊球點太慢一個稍微中間內角球 那因為是兩人出擊齁 打了就要跑了齁 二壘跑者所以說來得起跑 那這個時候大衛總教練上來 直接把黃勝雄給換得下場 忍不住了齁 會影響到一個打者 張永翰抓第一球攻擊 那左外野手在後退 接殺出局 他給潘武雄行進間接殺了這個飛球 張永翰一支長打被沒收 手臂守得很好齁 第一時間就判斷齁 就一直往後衝齁 打得也漂亮齁 外腳直球 然後第一時間就開始跑齁 跑到球掉下來那個點齁 不然也是一支二連 那黃恩赤的手臂狀況也還要再調整 目前也不是很理想 那胡錦雄這一球打給劉玉成 劉玉成接到以後先傳二壘封殺 再傳一壘這邊safe 胡錦雄 憑著這一隻腳層沒有造成雙殺 對 這個是滿重要的齁 劉玉成的手臂就真的還不錯耶 對 接得很漂亮齁 沒有浪費什麼時間的 所以是胡錦雄的腳層很快齁 不然 都沒有時間上接到球 然後二壘手也接到球 都時間上都沒有浪費掉齁 慢動作看一下劉玉成的手臂動作 把這個球伸得很大齁 哇 延伸到最長 對 然後接下來這個頭齁 因為浪費了兩步了齁 因為不好接嘛 而且自己的重心已經 對 重心要站好 然後再靠腕力齁 偷給二壘 這一球左邊方向 這個應該是歐把了 二壘安打 好 最少是二壘安打 最少是二壘安打 那高國慶這一球 打出一支二壘安打 帶有一分的打點 好重齁 前力的急救點 然後前力的力道都咬到齁 這是賴紅塵上來以後 掉的第一分 手腕的力道用得最好 很恰恰當齁 恰剛好齁 那還要靠手腕的力量 推出去 大家注意到 注意他的手腕齁 手腕的力量齁 迴霸的弧度非常小 但是他的手腕 出去那一個 右手那一個 非常的快 但是換上來是一個右打者 來面對左偷手 白短棒偷點 那三壘手接到以後 行進間傳一雷 Out 非常的快 三壘手真的是非常的快 那... 蘇劍龍點得也非常的好 喔 勸不注意的時候 點下去 三分差的比賽 對 出其不易的一個 出其 然後三壘手 第一個瞬間緩運就知道了 比出來那瞬間就起跑了 點得非常的好 角度也非常的好 三壘手更好 三壘手 三壘手柔軟度真的非常的好 接到球 快回到球 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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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上